胡老师 当主持人问女生说 你是真想离吗 女生斜了眼睛看着自己的丈夫 迟疑了一下说 离 其实是不想离 是吧 所幸的是你们现在之间的矛盾 还没有出现任何的第三者 也没有所谓的背叛和不忠 这是最大的幸运 我只说三点 第一 女人唱歌 男人喝酒 如果丈夫能够耐下心来 听听自己的妻子唱歌 而不是刚才她在唱那个什么什么 爱我的人不爱我那首歌的时候 男生是拿眼睛这样斜着看的 如果你是欣赏的 去听她的歌声的话 她也许会很开心 如果在她喝酒的时候 你能坐下来 跟她也小做几倍 来了解一下她内心的苦 她可能就不会喝那么多 第二点 其实你内心对她是有极大的依赖感 而恰恰恰在这几年 你的男人很无能 她没有办法承担起这个家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男人就没有一个男人的样子 女人也没有一个女人的样子 第三点 女人撒娇 男人冷漠 她虽然比你大七岁 但我不认为你们俩出去逛街 你不可以挽着她的手 所以在我看来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男生多多少少心底里面 是有些厌烦的 一个比你小七岁的妻子 怎么就不可以挽着你的手走路了 其实就是你内心有点烦了 你没有当初结婚之前对她那么好了 所以三点归结下来 其实很简单 在她困窘的这几年 你就多多承担一点又怎么样 你虽然事业不顺 她撒撒娇 你让她撒一撒又怎么样 喝点酒没关系 你陪着她喝 唱点歌也没关系 你就听她唱 以后不要唱那个什么 我爱的人不爱我了 是吧 你天天唱这首歌是在揪她的心哪 谁说她不爱你了 她爱你爱的头发都掉光了 好吧 别说那么伤心的话去戳对方 其实你们之间还是有爱 只是这几年有点不顺而已 如果过掉这个空间 我相信你们是可以幸福起来 好吧 就这样